主席 代骨牛肉進口 事實上加拿大的去骨牛肉 在96年的6月份 我們已經開放進口了 在這之間 加拿大也一直在申請全牛 可不可以進口 在這個期間裡頭 我們對於加拿大的牛肉的飼養 還有它的管理措施 它的飼養廠 跟加工廠跟住宅廠 去進行了四次的檢查 我們在對於加拿大的牛脂的部分 有委託專家協助做 兩次的一個風險評估 對於進口加牛的部分 要是國人從零歲到八十歲 每天使用加拿大牛肉的話 它得到新褲甲試鎮的機率 大概有多少 最後的評估結果是千億分之1.22 所以幾乎是等於零 我想風險是幾乎等於零的 很諱見 你負 wegen 谢谢大家